快走 快走吧 这什么地方 这个地方叫四宝四 你看 这儿是四一丝 参见少侍大人 少依大人 祈禀 少依大人 陆珍 姑姑 这有什么的 我第一次进宫的时候啊 还不是被针的 半天都合不拢嘴 走吧 这是昭阳殿 这可是当今皇上住的地方 前边的 是杭光殿 是贵妃娘娘的寝宫 太后娘娘住的是后面那台大殿 看到了吗 这个呀 就是太后娘娘住的地方 人寿殿 你识字 认识一点 瞧你长得 人又水灵 又神闻断刺的 难怪这批剑袭宫女 已经入宫快半个月了 上师大人还特意把你加进来 谢谢大人夸奖 可别乱叫 我呀 这是一个二等宫女 哪担得起这个称呼 在宫里啊 宫女是分很多等级的 只有女官大人才能被称为大人 你要是不小心叫错了 没准啊 就被打板子赶出宫去了 谢谢姑姑教诲 可这一等二等的又是怎么回事啊 宫里啊 把宫女分成四等 每个宫室长室的多半是一等姑姑 像我这样年纪大点的是二等 你们这些刚入宫的 和那些有罪的宫女们 都是没有等级的 只有等见习完了 通过了考试 再分配了宫室 才能做上三等呢 还有考试 那当然了 每次见习的宫女都有上百人 最后能留下来的 也不过三分之二罢了 看 前面就是用秦院了 你啊 应该就在这里 待上整整两个月 不是 是一个月 走吧 杨姑姑不在 楼上是宣她去内史局的 有什么事找我也是一样的 那感情好 谁不知道用秦院里 你宋姑姑就是半个当家的 这个小姑女叫陆珍 罗典氏大人刚刚送补过来 我是奉命把她给送过来的 现在才送来 可是她们已经 是典氏大人让我把她送过来的 您收着就是了 再说 这还不是典氏大人的主意 多谢姑姑提醒 我这就带她过去 我这就带她过去